江副部长 江副部长请 廖委员好 副部长我想针对主题做一个寻答 因为我记得好像生产作业服务基金 这个余生是我动的吧 所以我可能要针对这个解冻案来做一个寻答 那不过在今天两个案子当中 我想第一个案子 国防部这个新型多管火箭 他的试射结果或者是测试结果是 中科院那边是OK吗 OK是 确定测试报告能不能给我们 安全性跟稳定性这个监测都是没问题 两个阶段都OK吗 作弹测评还没做完 作弹测评是从9到12月继续在做 但是基本上他们经过涉及 这些涉及的检验 安全性都没有问题 哪一个单位在做测试也是泡讯吗 中科院在做测试 然后由陆军有编了一个专案小组 专案小组哪一个单位在做测试的 最主要的是泡讯部 然后还有编各个专业的人员 专专专业人员之外就实际验测的 还没有 还是已经指定哪些单位 就是泡讯部 对就是就是陆军有编一个完整的一个小组 那以泡讯部为主 因为我们希望说如果测试的结果 不管是书面报告是什么 能够提给我们来做参考 因为中科院的研制当中 我们希望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来讲 在测试方面是要更周全一点 是的 因为整个后续接着 可能测试完之后就是要量产嘛 是 对 所以我们希望在整个测试当中是非常完备的 是的 因为这个案子说真的也是拖好久了 多少年的知道吗 因为是载具的问题 对啊 中科院研究多久了 是 这个案子啊 这是一个91年开始建案的问题 那现在今年几年了 是98年了 对啊 就中科院研制的话都已经7年了 好 不管怎么样 我是希望提供一些测试报告 另外针对那个生产中业服务基金 我想因为针对基金这个问题来讲 你把它分成三个区块 医疗区块 生产区块跟服务区块来讲 是 那我想质疑的地方 我们觉得说奖金 其实针对奖金我们没有意见 我也不会针对一些相对的员工或相关的人员来做奖金的那个科扣 但是我希望说很落实 奖金有奖金的发挥它的效益存在 是 那这三个有用 用你们现在区分的医疗生产跟服务这三个区块来讲 它整个奖金的发放方式就不一样 医疗的话我常常觉得啦 医疗这一块是最实际的 因为但是你们在整个作业当中 医疗这一块是大概订定目标之后 脚裤多少钱其他的就是均分奖金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啦 然后那个服务跟那个生产这一块的话 就是提拨多少当作绩效奖金 提拨多少当作服务奖金 然后也是固定有额度 那相对的来讲 我们看到这整个成效来讲 是医疗奖金的话 医疗的那个那个那个绩效还不错 至少年度一年大概有将近三十亿的医注吧 一年大概多少主席长 呃像像九十九年度来讲是 医疗是三十一亿 三十一亿 预估嘛 预估预估是特别的地方 所以平均大概每一年度大概平均都三十亿左右吧 所以我们是觉得因为医疗这一块很现实的东西 你没有给他们最好的一个奖金机制的话 能够激励四七 没有办法去激励四七 跟让他们呈现出来更高的服务 因为每一个产业 每一个那个都是很专业性的工作嘛 但是我现在比较质疑的地方就是有几点 生产事业方面 你这边有讲到就是第五页这边有讲到 百分之七十二提拨做绩效奖金 那剩余的百分之二十八就生产绩效嘛 对不对 那那到底多少可以脚库呢 生产事业包括哪些 像生产事业来讲 这些生产事业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各兵工厂 甚至中心这些的都属于是生产事业 还包括了 现在有哪些单位 202 202 205 203 204 401 402 那哪一个单位盈余最多 嗯 20 20几最多啊 这个 203 203 203最多 203 204 203最多 我觉得这个数字让我觉得很质疑的地方 205跟204 203他们都差不多 就是 我 我 我 部长 其实我 我是大概让你了解一下哪些单位是真的是有创造盈余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上我觉得蛮质疑的就是到19就是以生产事业基金来讲做业的生产事业这一块来讲你说98年度上半年到大概上半年大概盈余336125万 但是下半年大概只能盈余11亿4757万 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上半年下半年差了三倍 然后另外一个点我再跟你提供一下 第八月这里就是服务基金服务事业这一块 你们现在把它改切了反正都并在一起了 服务事业这一块来讲 就上半年98年度的上半年讲盈余1亿1038万 下半年怎么只有盈余4603万呢 对不对 那让我觉得很值得的地方 如果说服务绩效这一块是属于饭店啊 什么国军英雄馆什么什么单位那些的啦 或者是路联厅啊什么之类的 照理说年度 你说年度尾牙各方面的餐馅会更多 怎么会年下半年盈余反而更低呢 但是不一定 像各厂生产的各厂 它是有一签约的时间 上半年收钱下半年不收分 如果不是不是 有的合约是在上半年比较多 那合约有的下半年比较多 它产生的数字就不同 另外呢像路联厅啊这些 最近来讲这个讲求节约 讲求这些的确啊 生意是尽量不要做生意的 尤其是还有八八水灾 八八水灾之后啊 情绪不好也很少人去 你不要乱回答啦 我是觉得你跟我讲数字怎么会差距那么多 你不要讲一些外在的因素 因为外在大环境我们是OK啦 都了解啦 只是我觉得说差距未免太大了一点点 当然这些有些根据合约的关系啦 那你就要居实以报不要讲假设性的东西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我们有基金的管理啊 按时收支的报告按月的报告 然后另外还有管理委员会 另外还有总管理委员会都要检讨的 但是你不会觉得这种报告写出来是很奇怪的啊 上半年度可以淫于脚雇33亿多 下半年度只有十亿三分之一而已啊 因为实际的状况就是这样 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数字很奇怪啊 你是讲99年的预告 第六页的报告你看看嘛 对不对 98年的哦 98年的啊 在这里 这个就让你讲99年 99万预计 哦不是误会 对啊 不是报委员报委员您误会 不是这样子 报委员第六月的第一行啊 就是上半年度剩余脚雇33亿多 然后98年度的下半年 跟99年度的预计脚雇11亿多 没错嘛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98年度的 你们你们预算 不是 碎入当中的 不是报委员你看那个第五月 第五月 他是从85年 从85年累积这样子的 好那我问你 预估 98年度你预计是脚雇多少钱 不是啊还有99年度了 我不要问99 我问98年度 今年度的脚雇是预计 原来预算是多少钱 9亿 9亿 原来是9亿 那你下半年度都已经11亿多了 那你是预算更离谱了 还有含99年度的预计脚雇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上半年度 所以你上半年度这是总偷头就是了 是 好那那服务基金这一块呢 第八月这一块呢 服务基金在这里 那总而言 98年度上半年 到98年度上半年 从90年度开始到98年 这八年来脚雇是1亿1038万 然后98年度下半年 其实99年度预计脚雇是4603万 其实算起来大概是差不多的 那现在那个服务基金这一块总共有多少盈余 因为我没有拿到预算书来 现在主地长 现在有多少钱 总共现在的盈余 现在目前98年度到目前为止是2000多万 2000多万 所以下半年有可能 那你一年的盈余大概就是4000多万5000万而已 换句话说 估计差不多 估计 那你现在把所有各单位的年度盈余都列个表给我们 可以没问题 这个都有 因为如果说这个盈余都要这么少的话 然后你是固定了 我这另外一个重点 其实这是数字我觉得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那最重要就是你这么提列的 像你生产事业跟服务事业就是 像服务事业就是70%提拨奖金 那30%做什么 脚库 30%脚库 然后呢 那如果说没有盈余 生产基金 生产事业这一块的话 72%是 绩效奖金 然后28%生产绩效又是什么呢 也是脚库 也是脚库 那为什么会数字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当时因为它不同 依照它不同的性质 生产跟服务不同的性质 然后我们有成立了两个案 向行政院核备 然后行政院核定的 那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你文字说明要清楚一点 像第五页来讲说 你72%是提拨为营运的绩效奖金 然后按各场的每月实际这些来讲说 还要相较是生产基金 一个场贡献程度 再合发配合 这个合发配合是 是脚库的配合 还是又是另外一个 因为我不了解你们到底只有绩效奖金 还有工作奖金 你这边还要讲到有工作奖金 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奖金的机制 是一种激励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 因为薪资太低 影响到你们整个的营运 但是呢 要 要 编列得宜啦 是 那也不要说我为了订定目标说 我要假裤多少钱 那其他的客户员工 反正我 不是 包委员不是的 如果 这有精算过吗 有 如果没有剩余的话 他就没有奖金 现在的机制是 现在机制 你必须要努力 这几个站没有剩余你就完蛋了 有亏损 哪一个有亏损跟我讲 看哪一个主管在这里 现在来讲是没有亏损 但是 有的赚得多 有的赚得少 我了解嘛 所以这个基金部分 几乎都是靠奖金来弥补你的薪资嘛 对 因为他们的薪资 他们薪资是比较低的 他们平均的员工 台北市是比较低的 在南部就是蛮高的啦 所以我们也不管这里高跟低的问题 而是说他有他的 那个 那个 奖金的发表 没有他的绩效出来啦 是 那我也希望说不要说把它订一个额度 或者也没有一个标准 然后呢 所有的机制当中就是 好像额度订完之后大家一起分配啦 不是 这个好像也不是很 不是这样 报告委员不会这样子的 那我希望说每一个单位生产事业也好 服务事业也好 你们每一个那个那个绩效的成绩能不能把它列表给我了解一下 像203厂 因为我不相信 这里面几乎都是赚钱的男友只是说 没有 像203厂 像 像 像今年还不错 在95年的时候 他是亏 他是亏损的 203厂做什么 203厂做火炸药 火炸药 为什么 因为你们国王部不给他做 当然就亏损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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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做你们国王部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的需求 他就会亏损了 是